在很多人的眼中,霍尔金是一个奇迹。 96年奥运会的横空出世,让所有看过他比赛的人都在记忆里留下了这个金发女孩的印记。 而现在在俄罗斯,演员霍尔金也许比体操选手霍尔金名声更大。 很多不喜欢体操,不爱好体育的人正是通过话剧认识了他。 去年底,由霍尔金娜担任女主角的话剧维尔斯,在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公演并引起轰动。 此外,这个具有高等学历的金发女孩还是一个兴趣广泛的社会活动家。 出过书的霍尔金娜竞选过俄罗斯青年党的领袖, 甚至还传出他将竞选俄罗斯总统的消息。 种种现象显示出,他虽然是体操选手,却仿佛与竞技体育无瓜调。 但是,霍尔金娜的生命还是属于体操的。 美国市井在,体操天使再度降营人间。 尽管霍尔金娜的动作难度并非惊世骇俗, 但她的韵味和艺术感觉已经无人能敌。 当冰蝴蝶翩翩起舞时, 这是一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的舞者。 场上的一收一放, 甚至于一平一笑都让所有的坎坷消魂欲醉, 心甘情愿地成为天使美丽的俘虏。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, 霍尔金娜的身体条件并不适合练体操。 在最初, 她甚至被教练判定为个子太高, 永远无法成为一位优秀的体操选手。 在这种矛盾的挤压下, 霍尔金娜自成一体, 形成独一无二的体操风格, 容优雅与不羁于一身, 热情和冷漠为一体。 在赛场上, 这位俄罗斯人举手投足都仿佛不是来参加比赛, 而是登台表演。 观众的心也随着她恶魔多姿的舞蹈, 轻临舒展地跳跃, 而屏息凝神。 站在领奖台上的霍尔金娜, 有一种女皇般的感觉, 这种感觉来自她体操生涯的辉煌战绩。 三十次的个人冠军, 是她成为了继罗马尼亚名将科马内奇之后, 又一位举世公认的体操女皇。 但岁月不饶人, 现在她将带着这些荣誉, 永远地离开市井赛的赛场。 似曾相识, 雁辉来, 无可奈何, 花落去, 此情此景, 怎不让她善然泪下。 我爱你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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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